狗妈妈为什么会吃小狗 做过繁育的人会发现一个情况 一窝小狗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非常活泼 可爱 也非常健康 但是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渐渐不对劲了 今天少一只 明天少一只 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发现 那是被狗妈妈直接给吃掉了 那么问题来了 狗妈妈为什么会将自己心爱的小狗给吃掉呢 往往是由极点原因造成的 如果不注重这极点原因 下次还有可能出现狗妈妈吃小狗的情况 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有的母犬性格比较敏感 母犬生完小狗之后 一定不要带陌生人前来观看 看的人多了 狗妈妈内心就会非常着急 她感觉小狗尝到哪里都不安全 尝到自己肚子里面是最安全的 所以狗妈妈为了小狗的安全着想 会直接将整窝小狗全部通通吃掉 第二点就是温度太低 我妈妈有一个特性 她如果感觉小狗的身体太弱的话 会感觉这个小狗她活不下来 活不成 活不成的小狗 她也会将小狗直接给吃掉 而体温低的小狗会让妈妈误以为 这个小狗体弱 最终导致小狗被她吃掉的情况发生 所以切记切记